今天我們會來分享《路加福音》 我相信大家最近在讀《路加福音》的時候 有一個段落大家會覺得很好奇 好像不太了解它的意思 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姊妹導讀 那他們導讀的時候非常火熱 導讀完我那時候你知道意思嗎 講出來好像跟大家意思不太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我要分享經歷耶爾華的洗年 有點應景 我們這個禮拜就要過年了對不對 那在舊約裡面呢 也有講到洗年 好 洗年的概念是什麼呢 舊約呢 那個講到洗年 就是7749年的下一年 就是第50年 要有一個釋放 債務要取消 努力要自由 天產要歸回 我們看一下 好 我們來 我們來看這個 第八節 立位記25章 好 第八 好 我們把這個念一下好不好 預備 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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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到沒有 好 到這邊就好 往上 你看到沒有 舊約的所有事情 都是一個預表 預表 新約所要成就的 所以 舊約呢 講到什麼呢 第50年 要有個自由 要有個釋放 預表的未來 要有一個自由 要有個釋放 所以這是舊約的洗年 好 我們來看新約 我們來看耶穌的經文 好 下一個 好 路加福音四章十六到十九節 好 耶穌到了拿撒勒 他長大的地方 到了會堂 他讀了一段經文 好 我們看下一段 下一段 好 我們起來念 預備 請 所以弟兄姊妹 當耶穌出來服侍人那一年說 喜年真的臨到了 好不好 給你排隊說 喜年真的臨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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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是預表 第50年要做這些事情 而這些事情預表著 神要帶來釋放和自由 各位弟兄姊妹 現在這個社會裡面 充滿了那麼多 不公不義的事情 所以在舊約裡面 人期待 7749年第50年的時候 連奴隸都要得到自由 土地要歸還 債務要取消 這是舊約的等候 而到了新約 耶穌來的時候 他說什麼 報告神願那人的 喜年 所以 耶穌來了 就帶下 夜華喜年 但是 我們來看到 今天的 路加福音的經文 我們要如何的經歷 夜華的喜年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好不好 給你排隊說 喜年已經到了 喜年已經到了 好 我們來看到我們的周報 兩段比較長的經文 我們一起來讀 好 路加福音七章 十七到二十三節 我們一起來讀 預備 請 每一起來 走 前一起來 在巡邏 美詹 一起來 壓力 二三節 五千 一起來 十一 五千 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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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看路加 在福音七章的三节 我们再读一遍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好 问一下你旁边的 这礼拜有没有灵修到 好 这礼拜灵修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为什么会有这一节 为什么会因着耶稣跌倒 耶稣不是来拯救我们 来帮助我们 不是来祝福我们的吗 怎么会有人因为耶稣的跌倒 好 所以牧师把这整个线索 来跟大家讲 所以非常有趣 真的 大家仔细听 你会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释放 好 我们来看七章十七节 他这世的风声 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 来考考大家 这世是什么事 什么事 有没有圣经 大家有圣经吗 可以把圣经拿出来 有圣经把圣经拿出来 这世是什么事 所以我讲过牧师会按着路加福音一直讲到复活节 所以大家真的要回到圣经里面 跟随耶稣做天父的儿女 你不要再跟随你的感觉 自我察觉是认识你的心 但是你的心不是真理 我们要以基督的心怎么样 为心 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 七章十七节 他这世的风声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 这世是什么事 所以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 你要知道路加福音是谁写的 是路加写的 路加是他怎么写成路加福音的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很简单的答案 不要想太复杂 他怎么写的 路加福音第一章 第三节 还记得吗 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 就定要按着什么 次序写给你 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 并不是随便写成路加福音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把圣经看得太神圣 神圣到一个地步 我们把圣经当成是一种算命的书 金句的书 变成是你抖圣经 然后圣经会有两节跳出来 你今年会祝福 我今年会行大运 不 弟兄姐妹 圣经说要尽心尽性敬意 尽力爱主你的神 所以代表我们的思想和情感跟意志 都能够全能的来尽力神 阿们 好不好 跟你们来说你可以很聪明的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为什么这四个月的读经 就是要帮助大家去理解圣经 你不要把圣经当成是一个哈利波特的魔法书 所以今天我们灵修有魔法 有魔法 我有感动 感动 不 当你认真的去读圣经的时候 会有报赏的 当你认真的去读圣经的时候 你会看懂 神的那个奥秘解开来了 余完人就得到智慧 你就会看到你的人生 看到你的生命 看到永恒 看见价值 你会更知道 如何在现在做出正确的决定 阿们 所以 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 他是有意思的在写路加福音 他是按着次序在写路加福音 要使收到这信的人 知道所信之道是什么 确实 所以在这件事情之前 路加写了一个故事 是什么故事呢 就是他叫一个寡妇的儿子 怎样 从死里复活 这样大家懂意思吗 所以在圣经里面出现这些神迹奇事 并不是一个故事 一个故事 一个故事的 这些故事有一个目的 我们大家说这个故事 有一个目的 而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继续往圣经看下去 所以呢 什么事情传遍了 犹太周围的地方 就是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 叫寡妇的独生子 从死里复活 路加为何记载 他如何记载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就是要让人认识耶稣是谁 那为什么他在这个段落里面 前面特别记载 耶稣叫死人复活呢 来 所以牧师在讲圣经的时候 你们可以很仔细的去查稿圣经 去看牧师讲的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因为所有的答案都在圣经里面 如果我凹得太凶 请大家跟我讲好不好 你们看一看 听完毕你们就知道说 哇 为什么 好 所以这个段落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七章十八节 所以发生这些事情 风声传遍犹太和周围的地方 好 七章十八节 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怎样 告诉约翰 他便叫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怎样 到耶稣那里去 说什么 那将来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的是别人 好 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就说 施洗约翰打发我来问你 那怎样 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的别人 所以牧师故意在排版上面 我做了一个平行 其实原文里面也是这样 大家有没有看到没有 两段一模一样的话 来我们看 那将要来的什么 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 后面那一个 那两个人重复讲一遍 来我们再念一遍以为 来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到没有 这个线索慢慢浮出来了 施洗约翰发生了一些事情 施洗约翰 那有没有帮耶稣施洗 当施洗约翰帮耶稣施洗的时候 圣灵仿佛鸽子降落下来 说这是我爱着我所喜悦的 对不对 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 背负世人罪孽的 有没有这件事情 有 施洗约翰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可他现在下到监狱里面了 他开始有一些的疑问了 是你吗 你是我等候的吗 对不对 所以两段一样的意思 来我再问大家 这个路加福音是谁写的 是怎么写的 按着次序写的 为什么一样的事情 路加要讲两遍 你们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圣经的文学这么差 一样事情要讲两遍 约翰说那将来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是别人 那两个人到面前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座文 那两个人又来又讲一遍 那将来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是别人 所以在这个段落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 耶稣你是我们等的吗 耶稣你是我们等的吗 好 可能大家也不够清楚 我们继续往下看 越来越清楚 好所以正当那时候 七章21节我们进来念一遍 预备 来 来 请问这个是谁写的 路加写的 路加写的 這個 後來耶穌又說了什麼 耶穌 七章二十二節耶穌回答說 你們去吧 把所看見所聽見的告訴約翰 來 我們再唸一遍 就是 預備 請 來 這兩段經文有沒有很像 你知道 耶穌已經要講說 我就是瞎眼看見瘸腿行走 長大麻風得捷徑 龍子聽見 死人有復活 窮人傳福音給他們 來 裡面有一句 有一句很奧秘的東西在裡面 剛才牧師鋪了那麼久的梗 有一句話 就是那個風聲 那個風聲發生什麼事情 風聲發生什麼事情 死人復活 把他捲起來 路加福音為什麼要記載這些的神跡 他為什麼要記載這些瞎眼看見瘸腿行走 長大麻風得捷徑 龍子聽見 大家有沒有想到 長大麻風得捷徑的故事 巴迪買瞎子看見的故事 龍子聽見的故事 這些的故事 不是 來 大家仔細聽 我們很容易看到這些故事 我們就想說 主啊 對 我就是瞎子 我要看見 我是長大麻風 我要得捷徑 龍子聽見 你懂不懂 我們把這所有的故事 都看成我要的故事 但各位你搞錯 路加福音寫的意思不是這個 路加福音要寫這些意思 其實只有一個重點就是 當這些事情出現的時候 就是一個記號 而這個記號告訴我們 彌賽亞真正的救主來了 就是主基督 阿妹 這就是路加福音按著次序 寫下這些瞎眼的看見瘸腿行走 死人復活的故事 要證明耶穌所講的這段話 他說 耶穌說什麼 去把所看見所聽見的告訴約翰 就是瞎眼看見瘸腿行走 長大麻風得捷徑 龍子聽見 死人復活 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 所以我再幫大家這段整理一下 幫助大家把這段整理一下 這一個段落很簡單 一句話我就講完了 是你嗎 是你嗎 是我 是我 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發現 是你嗎 是你嗎 是我 是我 約翰叫你去問耶穌是他嗎 耶穌 我約翰來叫我你是你嗎 然後路加說 對 就是耶穌 耶穌說 對 就是我 這樣大家聽得懂嗎 是你嗎 是你嗎 耶穌說 是我 是我 好 弟兄姊妹 來 剛剛在前營的時候 牧師講了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大家仔細聽 很騷腦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今年都會這麼騷腦 好不好 我們更多讀聖經 來 我剛才講了一個重點 舊約說要有洗年對不對 然後耶穌說 我來就是要報告神悅娜的洗年 好 跟你們說洗年已經來了 約翰說是嗎 是你嗎 是你嗎 有洗年嗎 我感受不到 牧師 我沒有感受到 我沒有感受到洗年 我沒有2018年我沒有拿到禮物啊 有嗎 是你嗎 是耶穌嗎 耶穌有工作嗎 我沒有交到女朋友啊 我沒有結婚啊 我沒有賺大錢啊 有嗎 所以施許約翰 這樣子施許約翰 他在監牢裡面都發出個疑問 是你嗎 弟兄姊妹 經歷耶穌華的洗年 為什麼我們沒有經歷耶穌華洗年 因為對施許約翰 甚至對當時所有的猶太人 什麼是彌賽亞 彌賽亞就是救主軍事上的勝利 彌賽亞是救主是政治上的勝利 要幫助猶太人推翻羅馬帝國 所以他們覺得說耶穌是你嗎 如果是你 你怎麼還沒有開始組一個政黨 你怎麼還沒有開始籌備你的軍隊 你怎麼還沒有開始率領我們 要推翻羅馬政權 你怎麼還沒有開始去 這些強暴人的這些的兵丁這些的稅利 通通通把他們殺掉 為什麼你還沒有工作 主啊 為什麼你還沒有工作 弟兄姊妹 我們沒有經歷到神的工作 很有可能是因為我們沒有認出基督 很有可能是我們錯過了基督 我們沒有認識到基督真正的工作 我們錯過了 所以弟兄姊妹 當耶穌來的時候就是葉華洗年 為什麼我們沒有經歷到 因為我們沒有認出基督是誰 基督要做什麼 好像2018 2019年 你一直按照你的慾望 你的渴望 你做的決定 你做的目標 你說神為什麼沒有給你成就 你說是你嗎 是你嗎 你沒有經歷到 但弟兄姊妹 我講過 這些的神蹟 你去看約翰福音 這些記下來要叫你們知道 耶穌是神的兒子 這些神蹟就是一個記號 要告訴我們 耶穌基督就是彌賽亞 Amen 所以為什麼來七章的三節 我們再讀一遍好不好 預備 請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為什麼有的人會因為耶穌而跌倒 因為耶穌長得不像他要的樣子 因為耶穌的出現 不太像我心中期待的基督教 我期待的基督教就是能夠拯救我 脫離單身 脫魯 找到好工作 好老婆 就是幫助我 你懂一次嗎 不過弟兄姊妹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這不是耶穌來的主要的目標 為了你今年的需要 你今年的目標 請問你每一年你的目標會不會變 你每一年你的渴望會不會變 你知道 神要救的不是你的渴望 你的目標 你的夢想 神要救的 耶穌要救的 是按照天父的旨意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的 來 大家說三遍 最重要 預備 請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常常最忽略 最忽略 最忽略的 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仔細聽 就是一個父子的關係 我們透過知覺人跟教練 人有一個傾向 你知道生物 植物都有一個傾向 都是向光對不對 它都向著 向光性 會向著陽光 但是人有一個傾向就是背著光 人有的傾向就是 對父親 對權柄 而到最後對上帝 我們要我們的方式 我們要我們的自由 我們要按照我的方式 真的各位弟兄姊妹 所以去年你可能很辛苦 你很掙扎 但是弟兄姊妹 牧師直接講一個結論 耶穌所有的福士 都是從跟天父的關係流露出來 Amen 你記住這個結論就好 但是我還是要給大家一個很棒的定義 神要救的 不是 神要救的是你跟神的關係 與神和好 耶穌基督來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在人的地位上 以無罪的身分 按天父的旨意獻上身體為祭 代替你刑罰 使我們與神和好 這是彌賽亞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跟天父和好 但是弟兄姊妹 新的一年你的計畫是什麼 新的一年你有沒有把你跟天父的計畫放進去 你看到耶穌祂侍奉之前 祂在曠野怎樣 經歷試探 你知道那三個試探其實只有一個試探 就是遠離天父的試探 那三個試探總結一個試探就是遠離天父 不要敬拜天父 敬拜撒但 不要承認自己是神的兒子 一直不斷去證明 一直不斷去試探神 不斷姊妹 耶穌勝過這個試探 耶穌開始服侍蠻有能力 耶穌服侍得很忙 耶穌散散祷告 耶穌服侍得很忙 耶穌散散祷告 拣选門徒 耶穌服侍得很忙 耶穌繼續的祷告 耶穌要背十字架 耶穌繼續的祷告 所以你看到路加福侍 耶穌的每一個工作 每一個服飾都是跟天父連結 當祂跟天父連結的時候 祂的工作 生命 家庭自然顯露出那個光彩 所以弟兄姊妹 牧師三個試探 我只講一個試探 所有的試探 所有的挑戰 來大家仔細聽 當你要回應那個挑戰的時候 你就輸了 我還記得嗎 當你要去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就輸了 你要去證明 你要去努力 你要去說 不 你就是神的兒女 阿妹 所以弟兄姊妹 耶穌洗年已經來了 認明耶穌是基督 認出這個恩典的主 真的 剛才牧師有講那個見證 我最近都跟60歲到70歲的人在一起 然後也包括教練 我也教練一些比較年長的企業家 對啊 我要跟他分享 沒有一個人會擔心我們現在所擔心的 所有六七十歲的人 他們的擔心跟渴望 都是跟小孩的關係 大部分都是跟小孩的關係 所以你現在 你要神今年 成就你的工作 成就你的目標 然後明年 後年 不能改變改變 直到人最後 你渴望的是跟你小孩的關係 但是弟兄姊妹讓我們現在就看中 我們跟天父的關係 阿妹 那就是耶穌所帶來最重要的禮物 阿妹嗎 阿妹嗎 你知道 我講一個故事 其實很感人 但是我可能沒有辦法講很完整 因為那整個是一個連續劇 其實有一個企業家 他很年輕的時候 另外一半就過世 所以以至於他從中南部到台北來打拼 然後工作非常辛苦 買一批貨 再賣一批貨 每一天都是嘎來嘎去 然後呢 非常辛苦的在台北市買了一棟房子 非常好的地段 為了省錢到市場去撿人家的菜尾 然後煮給小孩子吃 然後是單親家庭 一邊工作 一邊撫養小孩 然後非常努力得到上次的賞識 從小員工到職員到經理 到分公司的老闆 到最後甚至成為總經理 那故事就到這邊 我以為他就是成為總經理之後 他就生病了還怎麼樣 但他的確是生病了 後來退休之後身體就比較好 他說 他是很硬的人 他努力一輩子就是不要讓小孩吃苦 證明他可以 可是當他人生最巔峰 所有都達到的時候 他的小孩在三十幾歲 得了一種很奇怪的癌症 過世 這故事我不是看書 就在我旁邊分享這故事 假完畢那一整桌的人 沒有人講第二句話 他說他為什麼要來參加這個營會 你知道他心裡面 覺得一個吶喊就是 我那麼辛苦 那麼努力 就是要把小孩撫養長大 讓他們快樂長大 讓他們有一片天 但是當長大的時候 他們三十足頭就過世了 他心裡面那個無奈 那個吶喊 然後他說他現在活下去的動力 其實已經快要七十歲了 他活下去的動力就是他答應他的小孩 要照顧他五歲的兒子 他活下去健康 要撫養他的孫子長大 真的弟弟兄姊妹 弟弟兄姊妹 真的 我聽真的 我那時候真的 我寫下一段話 原來都是為了愛 我們其實也不是為了健康 我們是為了愛 為了愛家人 跟家人能夠好好的在一起 所以這個故事可能跟我的心情 不是完全的關聯 但是大家抓到一個重點就是 其實你現在所計畫的這些東西 可能不是你真正需要的 讓我們從現在 我們真的過年有十天的時間 大家先停下來 你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 到最後呢 你到最後呢 你很努力到最後呢 還是讓我們現在走一個最好的路 就是跟天父同行 認出基督 是就是基督 你要是聽牧師的講道 你真的聽得懂 你再回去看路加福音 你從死人復活那一段 再看這段 你就通了 為什麼這樣記載 因為路加福音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耶穌就是基督 救恩的核心跟天父和好的關係 你可以與天父同行 那是最重要的 甚至也不是死人復活 也不是瞎眼看見 也不是瘸嘴性行走 這些的記號要顯出的重點 就是耶穌是基督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透過基督跟天父和好 Amen 所以新的一年 我們把這個放到我們的計畫裡面 在這個禮拜二 我們弟兄的小組的時候 我聽到很多的見證 其實牧師真的很開心 看到大家一個一個 不管是透過裝備課程 或者是自覺輪教練 去認識自己 你知道自覺輪不是幫你勝過的 自覺輪是幫助你承認 你是多麼軟弱無力的 透過自覺輪發現自己真的完全沒有辦法 所以來到神的面前 而關鍵就是你來到神的面前 你就一定經歷愛 那你發現人不可能孤單的存在 你很想改變這些父母的模式 這些原神家庭的模式 你改變不了 所以你只能到重生家庭 到小組裡面來改變 從經歷愛到小組裡面 很多人的見證就是跟父親和好 我繞了一圈 每一個人都是跟父親和好 然後跟父親和好之後 很奇妙的就工作就會突破 跟你排說跟父母和好 工作就會突破 感情就會幸福 很棒 你不要今天一直要去和好 你不要今天一直要去和好 你要先回到天父面前 跟著天父一起去 你不要天父在這邊說 對 就是要和好 又離開天父又跑去和好 要跟天父在一起 跟著天父去慢慢的和好 去慢慢的和好 所以真的最大的禮物 最好的事物 就是與天父同行 所以耶穌所有的福事 都是建立在我與天父的關係 認出基督 才能夠活在一個恩典的時刻 我們要活在恩典的時刻 好不好 我最後很快的 好 第二段也是 跟第一段一樣的精彩 但是沒有時間 沒有辦法再三十分鐘 牧師在八分鐘一定會結束 我們就看一段就好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那個 七章二六到 七章二八到二九 欸 七章二八好 二八節就好 我們起來讀二十八節 預備 請 所以弟兄姊妹 這整個段落放在這個地方 你們就看得懂了 為什麼凡部英雄跌倒的就有福了 後面為什麼會講到誰大誰小 這兩個是連在一起的 然後包括死人復活 這一個段落是連在一起的 好 為什麼說約翰是最大的呢 憑什麼約翰最大 以賽亞不是更大嗎 但以利不是更大嗎 以西節不是更大嗎 施洗約翰有寫施洗約翰書嗎 沒有 為什麼施洗約翰最大 因為施洗約翰為主預備道路 弟兄姊妹 在舊約的先知裡面 先知最重要的預言 就是預言彌賽亞再來 Amen 好 這是舊約概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抓到重點 預言 最重要的預言 不是預言你明天會賺多少錢 最重要的預言是預言耶穌基督會再來 而施洗約翰就為主預備道路 所以聖經說施洗約翰是最大的先知 因為他預言彌賽亞 他甚至為彌賽亞施洗 但是問題來了 有一個很奇妙的反核性 為什麼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大過約翰 因為重點不是約翰 重點是誰 重點是誰 重點是耶穌 因為約翰預言耶穌 但是為什麼神國裡最小的 卻比最大的還要大 為什麼 為什麼 這邊耶穌要講的是什麼 在旧約的裡面 他們沒有看到基督 卻能夠預言基督 最大的是約翰 但是在新約的裡面 最小的那一個 跟耶穌基督同定十字架 今日就同我在熱園的那一個罪犯 卻比世紀約還要大 為什麼 因為他們看見耶穌 跟耶穌基督同行 這樣大家懂的意思嗎 所以跟你旁邊說 你現在就在恩典的時刻了 但是弟兄姐妹很多時候 然後我們沒有經歷洗年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還閉著看耶穌 你沒有看到現在就是一個恩典的時刻 好 我在講什麼 在旧約的裡面我們看 周保 牧師很快的跟大家解釋一下 在旧約的裡面 神赤下律法 跟你們說律法是好的 可是有人解釋律法 寫下什麼 經典 對不對 那這些經典要有人來教這些經典 所以有人教導 所以律法摩西五經 那有人教導 有人寫下經典 後來有人在教導這些經典 有人在把他的教導變成了什麼 律例 變成了律例 那這變成什麼 變成你應該怎麼做才是對的 所以弟兄姊妹這就是旧約 這就是旧約 你透過這個東西用遵守什麼來看 你跟神的關係 行為跟表現 弟兄姊妹請仔細聽聽牧師講 很多時候 是我們活在完美主義跟表現的裡面 真的弟兄姊妹 真的自覺的牧師可以告訴你 我們很多人活在那個不存在的房間裡面 你活在那個應該怎麼做 你活在那個應該怎麼做 但是我給我不 不能一肝打扮 一喘的人 但是很多都是原生家庭 我們活在你應該怎麼做 所以甚至你信主很道的教會 你又覺得你應該怎麼做 然後後來你發現就兩種 一種覺得應該怎麼做的 做得很殷勤 另外一個覺得應該怎麼做的 覺得自己沒做就跑走 不過弟兄姊妹根本沒有那個 應該怎麼做 律法 清典 教導 律律 除了律法以外都不是神的話語 所以這是思緒約翰看耶穌 但是那個神國最小的 他就直接怎麼樣 透過律法來看到基督 先律法 基督經歷救恩 然後活在恩典裡面 這是不一樣的 所以是先生命後生活 好不好 給你們還說 你活在恩典的時代了 有人說 好 這不是聖經的話語 但是有人這樣講 我幫助大家理解 有人說聰明是對事物的認知 而智慧是如何運用你的聰明 對不對 這一般人的觀念 其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所以呢 那聖經說的智慧是什麼智慧 敬畏耶穌華就是智慧的開端 所以我們來看七章的三十五節 我們請來讀 預備 請 智慧之子都以智慧為師 所以弟兄姊妹 不是活在舊約裡面 你覺得應該做什麼 而是到了新約裡面 敬畏耶穌華 是智慧的開端 你敬畏耶穌華 你會抓到的重點 不是你應該做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而是你知道天父的心是什麼 阿妹 你知道天父的心是什麼 你先觸摸到天父的心的時候 你所做的是超過這一些的 請告訴我 這一段落後面發生什麼事情 你們週報都看不到 要看聖經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看聖經 來 有沒有人告訴我 耶穌講完這個事情 後面發生什麼事情 來 耶穌講完這個概念之後 不與基督跌倒 智慧之子總以智慧為師 其實整個就是基督論救恩論 後面發生什麼事情 後面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 聖經保不寶貴 什麼叫做救恩 讓我們來看看 一個經歷耶穌華喜年的婦女 我們站立起來好不好